隨手可得的衣架簡單改造一下,可以讓晾曬衣物變得更方便。 另外,除了吊掛衣物外,衣架還可以變成各種實用收納工具哦! 還沒訂閱的朋友,記得先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哦! 把衣架拉長再往上對折,把衣架變成大掛鉤,就可以變成實用的連接掛鉤。 原本掛太高的曬衣夾就能調整高度了。 將衣架的兩個角向上彎折成山形,晾曬背心不容易滑落。 依照鞋子的大小調整一下彎度,也可以變成方便的曬鞋架哦! 將兩個衣架疊放在一起,左右兩側用束帶固定,就變成可夾又可掛的雙層衣架夾。 束帶位置要綁在衣架橫桿的兩端,才能穩穩夾住衣服。 雙層衣架夾夾住在掛,衣服快乾且不易滑落,就算風大也不怕。 容易滑動的絲巾也可以用相同方法,絲巾不會滑掉,晾曬更方便哦! 把衣架簡單調整一下,就能曬更多物品哦! 把衣架往下拉成圓弧形,做成兩個。 把兩個圓形衣架從枕頭左右套上後再晾,蓬鬆的大枕頭就可以平放晾晾。 小一點的枕頭也可以用衣架夾來晾晾。 把兩個衣架一端用束帶綁住後拉長,將要曬的枕頭夾在衣架中間再晾,枕頭就不會掉咯! 將衣架中間的橫桿稍微往下拉成弧形,再把橫桿的部分略往前折。 將衣架略往前彎折,可以提升空氣的流通,即使厚重的牛仔褲也很容易曬乾。 濕冷的秋冬衣服常曬不乾,其實只要將信有的衣架加點工,就能有助空氣流通,讓衣物乾得更快哦! 用衣架收納衣架也是個好點子! 將衣架兩側往下彎,再把凹彎的其中一端往上拉一點,變成一個大三角掛鉤,就可以用來收納衣架。 掛在曬衣間裡就可以順手取用衣架,是不是很方便呢? 調整過的衣架除了晾曬衣物更方便外,也可以是收納好工具。 衣架也可以收納曬衣夾,把夾子夾在衣架上就不會零散,取用也很方便哦! 衣架除了晾曬衣物,也可以彎折一下變成許多實用的生活道具。 一起來DIY做做看吧! 衣架鍋蓋架 將衣架從中間處往下拉成菱形,再從兩側的中間點向上彎,折成一個山字形,就可以折出一個簡易的衣架鍋蓋架。 鍋蓋可以穩當擺放在架上,簡易鍋蓋架可以吊掛在廚房,鍋蓋就有地方可以收納了。 衣架文件架 衣架左右兩端各四分之一處往下折,稍微拉開,做成一個架子的形狀,變成簡易的文件收納架。 用衣架做成的文件收納架可以擺放雜誌或廣告行路,掛在牆上取用很便利喔! 衣架面紙吊掛架,將衣架中間的橫桿往下拉,取一個面紙盒,依面紙盒的長度及寬度折出U形的角度。 自製的面紙吊掛架可以擺放面紙盒掛起來,抽取蠻方便的,很適合用在桌面空間不足的地方。 衣架廚房紙巾架,利用衣架折一個簡易的廚房紙巾架,把衣架兩邊拉直,先拉成一個正方形,再把其中一邊往內凹,將中間折出一個架子。 這個內凹的地方可以放廚房紙巾,變成好用的紙巾架,掛在廚房很便利,廚房紙巾就不怕找不到地方放了。 衣架便利垃圾袋掛架,衣架拉成正方形,把掛勾的地方往上折,一共做兩組,把兩組衣架相疊,掛勾的地方可以纏繞一下更穩固。 四邊再用束帶固定在一起,簡易的垃圾袋掛架,套上垃圾袋後可以掛在琉璃台下的櫥櫃門上,就能方便收納廚餘垃圾哦。 衣架雙層鞋架,衣架簡單改造,可以變成收納鞋子的雙層鞋架。 選兩個尺寸較大的衣架,左右兩邊往下折,折下來的高度大約是鞋子的高度,再將兩個衣架掛勾處相疊,變成一個四方形的架子。 把四邊跟掛勾膠疊處用束帶固定,鞋架就完成了。 雙層鞋架上下兩層都可以放鞋子,用溢架就可以創造收納空間,簡單又便利哦。 最後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,鎖定挖插每週三更新,帶給你一則讓生活更美好的優質內容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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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